近日由南部战区与越南海军共同组织的中越北部湾第29次联合巡逻圆满结束 此次联合巡逻 中越双方分别派出了两艘海军舰艇参加 通过开展通信教验和联合搜救等演练 提升共同应对海上安全问题 以维护北部湾海域秩序与稳定的能力 在抵达集合点后 中越双方联合巡逻舰艇编队分别使用国际频道护制欢迎词 随后双方组成双红队 沿北部湾中越海上分界线开始交叉巡逻 联合巡逻期间 双方舰艇编队互相通报了海区水文气象 海空情况 编队航向航速等信息 并通过交替指挥起方巡逻舰艇编队 完善了联合巡逻的组织指挥程序和协同水平 此外 中越双方结合巡逻任务特点 还组织开展了灯光信号操演和联合搜救演练 相互交流 传递友好信息 中越北部湾联合巡逻自2005年起 至今已成功实施了29次 进一步维护了北部湾海域安全稳定 密切两国友好关系 巩固发展两军传统友谊 有效增进了相互了解和信任 推动两军关系健康稳定发展